出责日章五 汉迪何下屠 随时盘中灿 立地 金星 好 您讲一句 少说废话多得书 这是大姐伙的愿望 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今天呢 咱们闲聊着 这不算平出 您看 拔的过程听啊 也行 您是按这个 长篇灯口相声听啊 也行 您是按照小书的那么听呢 也行 这段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晚上说一回新的 咱们来一个君臣道 官场道 我喜欢这个 从郝阳那说 吓死我 他应该跟我说的不一样 但是大体梁子都是一样的 您要说这 官场道 君臣道 这大姐我非常熟悉 首先呢 大家伙都会想到刘宝瑞先生说的这个长篇灯口相声 官场道 不太全 好像有个录音是什么 六回吧 应该是六回 中间还有好多断片的呀 暖和的地方 这很惋惜 这个 据邢文昭先生说是当年保护不善 这个地下室漏水了 把这个完整版的都给泡了 没有完整版的 看你给泡了 据有人说 这个台湾有完整版的 但是 目前也没有我们传过 可能人家传的话 这一段得少要不了 也有可能标协大陆相当界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术台湾有吗 没有吗 没有吗 咱先把咱们 大家都听过了 咱们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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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我说 听的够不够的 咱们再说说 人要有没听到的地方 您就知道 头回来 人让我听过的 你要一睡觉 接电话 都吵 那无非就有这么几个主要的 人物 谁呀? 江文隶 二个 就是手底线.. 汉中堂 刘庸 三个满中堂 和珅 刘庸嘛 是个汉人 姓刘明君 号叫十安 和珅呢 姓和明珅 号叫海珅 这是后来的 之前不叫海珅 之前叫什么 叫世荣 和世荣 这两个人 和珅呢 是个满人 满族 你无辜是郑红旗 再旗 乾隆爷的黄说 郑黄旗 实际上面对着呢 应该是郑黄旗 这两个人呢 是乾隆爷手里的两个得力战将 这个和珅呢 漂亮 好看 不像这个 王刚老师演的那个 郑黄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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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郑黄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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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 就是脊柱变形 它不是那个 就是起一个肌肉的个人 还不是 我觉得可能又是脊柱顶着 老是这一个姿势变形 有可能 这个要说呢 这叫潘瑞清 叫潘瑞清 牛肉 都是鲜 说说的都远是这样 清朝 大忠臣 好人 刘彪 忠耕 我们家清徒 王岡山 斩蛇起立 汉高祖 刘邦 我们家亲戒 你要说这个 华门寺 刘彪 那不认识 那个是别人他们家亲戒 虞强他们家亲戒 求这事 都愿意这一件话 好人说 那个刘翁的父亲呢 叫刘统勋 三朝元老 怎么叫三朝元老呢 打顺治爷子开始 他就服从皇上 之前 他进到朝宗 后来呢 又保了谁呢 保了康熙 然后 雍正 到乾隆 这个年代的时候 龙宏勋 岁数已经很大 他这个 早上起来 出班 什么 起过来了 干什么 就是乾隆的老师 玉老师 教乾隆啊 读书 认字 作诗 那后来这个 乾隆爷也留下了很多的末保 留下了很多的书 留下了很多的诗 这个是刘龙的父亲 忠臣 忠心于大清 帝国 要说到大清 咱还得来一句外插花 大清朝是怎么统治中原的呢 这皆因当初啊 李自成 闯进了北京城 冲冠一目被红颜 谁呀 吴三贵 引清兵 进入中原 清兵进到中原以后 功无不取 战无不受 这个功成池 一点一点 做了事 实际上官外呢 做过两地 天命天聪 后来 天聪改成博了 就是这个 努尔 哈赤 跟这个 黄太极 那两个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 清朝人 这个满族人 我如果没说错的话 按照历史说呢 就是女真人的后裔 就是大清安岭 这个原始部落 骁勇善战 我听朋友说啊 这个满族人不食狗肉 是因为这个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朋友 也是一个狩猎的工具 最能重要学地里面 狗的嗅觉非常灵敏 这就是贤外话 咱们就少说这么讲究 为什么得说呢 因为得趁点时间 这人就爱说实话 说的哪儿了 狗肉 狗肉 这个好吃 牛雍 牛雍小的时候 就特别聪明 后学 读书也多 字也写得漂亮 等到他长大以后呢 他还可以轻易给人写 要么他的字 怎么那么值钱呢 都说 刘雍的善面 好 你瞧这足够 这个刘雍啊 小的时候有一天 在家里面读书写著 诶 巧了 也是夏天 你们看我烦夏天 我还非得说夏天的事 因为叫夏天 人都爱出来 这事儿都容易多 夏天 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 前农爷 马上要登基 因为他小的时候 这个皇上 都有这个 礼仪照 哎 也不怎么知道了啊 下一任皇上就是前农爷了 太后 打算去这个 这个庙里边给他求求香 保佑他登基的时候 平安无事 哦 太后要打紫禁城里出 那可排上大了去 前面有中国开着道 啊 这个金挂 武士 都是金盔金甲 漂亮 好看 太后呢 坐在这个凤年里 好好荡荡荡荡 要搁现在话说 来得起千人不新鲜 为什么呢 您这 首先 这一条道 就跟咱们现在一样 这把目 清开 鲜杂人等不得靠近 三步一岗 五步一上 站着全是清兵 拿着长矛 太后这个 这个 对 打紫禁城里面 浩浩荡荡荡的出来 后来的有殿后 人特别的多 那夏天呀 过去北京城不像咱现在 过去北京城呢 干什么的都有 特别的砸 哎 这个 卖米的卖面 卖茶叶子 卖茶鸡蛋 我把河里一块卖茶鸡蛋 我爱吃茶鸡蛋 什么人都有 卖西瓜的 过去卖西瓜的 切开了 跟这儿散散 等着人买 天也热 最有一个卖西瓜的人 就拿着草帽 山的 山的松 两个框框的 就流用了 他们家呀 离的这个庙不太远 很近 几乎说就和人 挨人 他们家住哪儿呢 住的里是糊涂 咱现在叫白的就驴是糊涂 听宝爷那个书里边说这个是民国还是什么时候那块好像还有特务什么的 有住宅地 我也记不太清楚 那一代路过 小孩儿呢 这终归还是孩子 你说他踏实的跟这看书啊写字啊 他毕竟踏不下心的 窗户开着 我 通通通通一开到 哎 哪儿这么热啊 出来看看 从屋里就出来了 出来一看 哦 这人真不少 这是干什么去啊 你看哦 这是太后要去叫香去 好 啊 这人太多了这热了 小孩儿呢 他个儿也不高 往前挤 就死到最前辈儿了 哎 也不可能那么巧 这会儿 发起一阵风 这麦西部的这个人呢 他这草帽就扇着呢 扇着扇着 一个没留身没拿住 嘟 哎 这股风啊 吹垮了 你看这风都是这样 刚一吹的时候 他一直接就掉到地上 这叫什么 扫地风 紧接着第二股 在一起来 他们就转起来 这草帽 一下就落在这个 金瓜武士的金瓜上 哟 这口坏 怎么了 这歌过去清朝 您这就是对皇家的不敬 那不配话 拉出去马上就砍 这都不用禀报太后 为什么 专门前面有了一个开刀的兵 他一看这阵子 不用禀报 当时就能把他砍了 再把这个麦西 抓过来 拿刀就要砍了 正这时候 游用 哎 献出他来 站着边 他冲着这兵啊 怒 就这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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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兵一看 哎 小孩 这儿要杀人了 知道吗 躲开 看着这你还落 把他都逮起来 哎 把刘勇也逮起来 当这时候 刘勇就大喊了一声 哎 别上了 我 有办法 能让你们不上了 我凭着这一句话 我说出来 你们都说不上了 他这一喊不要走 这武士还真就不能上了 为什么 惊动了太后 凡是这事 以惊动了太后 他必须得禀报一声 太后一过问 啊 这有这小太子 就 传过来 太后 枪势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哦 来个小孩 把他叫过来 是吧 刘勇啊 带着太后 给奉点钱 来 往这一站 他冲着太后的路 你想说 刘勇 不贵些 磕头 他不是不知道 为什么 他太后 不能杀他 哎 有原因 就因为这康熙爷 他要登基 今天呢 是到庙里边去上香 不能动杀戒 太后呢 你看 哼 这小孩往这一站 有骨子 聪明劲 也挺喜欢 就没当回事 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呀 这时候 刘勇就说了 我 我呀 我是 三朝元老 刘统勋的 三儿子 我叫刘勇 太后一天 这是大忠臣的儿子 那更不能杀了 好好好 你父亲是刘统勋 对 刚才我听说 你说你有办法 能让我们不杀你 你是用的什么办法呢 嘿太后 就这办了 哪干呢 您想吗 我父亲是三朝的忠臣 我是他儿子 我是他教出来 您想 我能是那蒙虫反的人吗 哦 有道理 孩子 那你跟我说话就不怕吗 不怕 您啊 挺好的 我看着您呢 就是那慈眉善目的人 这一句话 嘿 还真给太后说乐 太后这一乐 突然想起一件事 哎 今天这孩子这么会说话 哎 我考考他 我看看他呀 到底有多聪明 我说 你叫什么呀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叫刘雍 哦 刘雍 我说你 哎 这么着吧 我给你出个题 你看你能不能打上来 如果你要是能打上来 今天我们就不杀了 如果你要是打不上来 哎 我也不杀你 我呀 打你二十板子 好 您说吧 出什么题 太后一看 哎 你看那边那个金压上面这个草帽 啊 看见了 你把它拿下来 太后 这不很简单吗 我有前提要求 什么要求 这个金花 一不许放倒了 二不许搬梯子爬着你往上够 哎 就凭你本人的力量 把它拿下来 刘雍往这一站 小野一撞 当时就有主意了 行 没问题 她说 那你就去拿去吧 这时候再看刘雍 三步并坐两步 往前撑撑撑撑往前跑 冲着这金瓜武士就来了 一下子窜在这金瓜武士的身上 哎 就拿手啊 隔着这武士 隔着这武士 一看这往身上一窜的小孩 这金瓜手里边拿着 这武士 他不能把它放下 他要把这金瓜放下 他就是死罪 他也不能落 他要这一乐 现在有爱国体 也是死罪 这不劲太难拿了 往这一站 哎 刀帕队的跳 也都能这么巧 赶上这武士啊 养的肉还多 哎 全集中这两肋 这 哎呀 这资本太难拿了 后来这武士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把这金瓜放在地上 哎 把那刘勇啊 从身上就给拿下去了 他人一拿下去 不要紧 刘勇三步 定做两步 直接把那草帽都拿起来 太后一看 呵 这孩子啊 太聪明了 好 行 这以后 要是长大了 这对大清有利 这是国家的公粮啊 这是 好 来来来来 刘勇不来 这时候 刘勇可就跪在太后面前了 哎 孩子 你挺聪明 我很喜欢你 回去以后 你要好好读书 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呢 要为大清都不贡献 这么着吧 我 考百开恩 我收你为义主 呵 这一下儿如中 可了不得了 为什么 皇 皇太后呢 刚哪儿咋 那就育儿干殿下呀 好 那跟乾隆 基本上可以说就 平起平坐 行 啊 刘勇往这儿一跪 啊 谢太后恩 太后的这个 我家就走了 打那以后 刘勇每天 嫁以 勤家读书 哎 这个 不管是冬天 夏天 各种书 读的非常多 你知道后来 刘勇 都比这个 和珅 有能的 永远能 欺着和珅 一头 哎 咱放下这个 刘勇不说 咱再说这个 和珅 和珅呀 满足 刚才咱们都说了 他的家住在哪呢 物园 金北 昌平 哎 咱现在说说 十三零的一带 有一个山 在那个山后面 有一个小村 这小村里面 这一间 突然间 新来了一户人家 哎 很简单 三个人 一个 老头 一个老包 待一十几岁的孩子 就是和珅的父母 哎 每天呢 就教这孩子 读书 晚上呢 教这孩子 练武 二武经的故事 每天如此 过了些年 这家里面 这男的呀 不去了 死了 就剩下这个 老婆带着这孩子 家里面呢 倒也有点钱 估计呀 这家里面 这男的 原来也是个 保镖的打鼓 没准啊 就宋金刚那儿 要不家里面 有点闲钱呢 因为当时啊 这个 老婆每天呢 也就是种种地 贵贵如物 就这些事 哎 这个 男的一死了呢 这孩子每天 他有了功夫 就 有手好闲 吃喝玩乐 这妈妈一说的 刚开始啊 就是顶两句嘴 以至于到后来 这孩子越来越晃 按那现在话说 就打爹骂娘 还说就打 张嘴就骂 天天如此 这老母亲 每天是一泪洗面 就说你不应该对我这 他不听 哎 他突然间 怎么有了这么一天 天空中 闻闻闭目 好 那云彩 看不见 伸手不见五指 那天儿飞 正说着话 咔 就一个劈雷 这雷也斜下 不往别的地方劈 就专门 往这人家边劈 这雷是越来越响 这越响了就越近 这越近了 就打得越勤 就围着这房子 咔咔咔的劈雷 这里边这孩子 必定他还是小孩 他害怕 和尚那会儿也小 就往这个墙根里一蹲 那母亲呢 这会儿呢 就借机会教育教育他 你看 你平常对我 不是打就是骂 今天你惹了老天爷了 你犯了天命吗 老天爷 用这个雷公来劈你来了 这是要教育教育你 这时候这孩子 抱着脑袋 赶紧就冲天下汗 老天爷呀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在身上给您修庙 我以后我好好孝敬我的母亲 我再也不打她了 话是这么说 可是和尚这一个人 十句尬里边 九居半都是瞎话 一辈子就没说过实话 你要说平常咱们谁要说的瞎话还得有个脸红呢 他就脸不红 他也脸红 他脸红是什么 他说了句实话 我叫和尚 就因为这 没实话 后来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 他转念一想 不对呀 我在山上修庙 我哪来个板前呢 这庙我要是修不上 这老天爷不还得派雷公来批我来吗 过去人就迷信 哎 等啊等啊 要不等了多少天 这个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这和尚就越来岁数越大 长到这个十六七岁 突然就这么一天 哎 这个 钱龙爷呢 到京北 十三陵 按照组织 要对这个明灵啊 拜一拜 拜祭明灵 哎 这是清朝的一个组织 明灵不得拆毁 啊 因为这个 他们是 怎么说呢 就算是 中间 得了的力 哎 让少让个这么一块 得了这个天下 趁虚而入 按照 清朝的这个组织 得去拜这个明灵 哎 这和尚一想 行嘞 有机会了 我呀 找不出钱的主了 他呀 就找这么一个草 插个自己脖子后边 干嘛呀 这要插草 卖身 为什么叫插草 卖身 过去 啊 旧社会 甭我卖什么 插根草 为卖人 您看这个 水谷传 老水谷传 有着 杨志卖刀 他这口刀上 插了根草 后来来了英国吧 说这个 买车要 买这刀 这刀能 批石 能批钱 杀人不见血 就和他父亲 出 杨志给他弄死了 哎 他 一时无忧 再也不用靠说书 赚钱了 就 当然这样人少扶几个 他们都扶了 我们说谁 都这么一事 这个 和身呢 就找了一个 特别显眼的地方 往这一跪 前边的 前从爷看 来这个明灵啊 也得有开刀 下个开刀 嘿嘿 去 起开 这儿让待人吧 躲开 这儿不让待人 快快快 快跑快跑 干什么呀 嘿 什么叫干 这是你带的地方吗 啊 躲开 躲开 我家里边穷了 你穷也不能跟这儿带着呀 起开 您瞧您说的 您看 我都插着草 我都要卖自己了 您说我 您别挥我去 要不您把我买了去的 我买你干嘛 我买你有什么用吗 正跟这儿说着呢 哎 前龙爷这个 软架又来了 你看前面潮着当上 前龙爷就问 前面这是怎么了 不好 他煮了鬼 我想该怎么回事 前面有个小孩 插着草 要卖自己 咱们这个古事 正在去赶他 哦别别别去赶 你把他叫过来 我问他这怎么回事 哎就把和尚叫到前龙爷前面前 这时候两个人可谁也不认识谁呢 你干什么呢 我插草卖自己 你为什么要插草卖自己呢 是因为家里边老母得病 我没有钱侍奉老女 您说给老母亲买药 你看那边都知道 我所以才得卖自己 您可怜可怜我 您把我买了就得了 前龙女性 好啊 这是个大孝子 因为 前龙本身就是个孝子 他也特别喜欢孝子 哎就喜欢这个对二道同心 特别好的人 哦好好好 行了 你呀 都插草卖自己了 你母亲得病这个钱呀 我给了 哦 谢谢您 谢谢您 哎 对了 你是哪的人呀 我就山后边村里边 我姓何 姓何 哎对对对 我呢 在齐 我 扭古鲁士 我是整黄齐的人 前龙已经更高兴了 太好了 你这还是八齐子弟 哎呀 这一下就显得我们八齐子弟的人啊 这个思想多么的开阔 是不是 我们这都是好人 我们都孝敬父母双亲 太好了 太好了 哎对了 你叫什么呀 来跟人回 我姓何 我叫何二口 前龙已经 你这叫什么名字呀 你这个名字不好听啊 你这名字不好 不好不好 别叫何二口 老爷子 那您给起个名字吧 前龙已经 哦 你姓何 还是个齐人 哎呦 我故事 整个齐 吃 你这 哦 有了 哎 我说小子 以后你就别叫何二口了 你敢叫 呸 你那是你 Push 你 这